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有三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而這三宗消息不約而同地 都是對拜登非常不利 第一宗消息就是德州州長阿博特 在昨天簽署了一套行政命令 公然地對抗拜登政府 這裏行政命令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德州的能源業和就業 不受聯邦政府的干擾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以西維珍尼亞州為首的六個紅州的檢察長 發了一封聯署信給拜登 警告他和聯邦政府 如果是膽敢做出一些違憲行為 或者是越權行為 這六個州肯定就是會提出法律挑戰 至於第三宗消息 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專程去到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那樹 進見特朗普總統 兩人在會面之後就達成了共識 特朗普總統就將會在2022年的 眾議院換屆選舉當中 力撐共和黨是拼過半數的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第一宗消息 就是德州州長阿博特 簽署了一道行政命令 這道行政命令擺明 就是要對抗拜登為首的聯邦政府 這道行政命令指示所有德州的政府機構 如果拜登做出任何行為 威脅到德州的能源行業 就必須要提出法律挑戰 阿博特州長就說 他將會用盡全力 保護德州的石油和天然氣行業 免受來自聯邦政府 所發起的任何形式的敵意攻擊 為什麼阿博特州長 會這麼緊張德州的能源行業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德州是全美國 石油和天然氣產量最高的一個州 如果德州的能源行業 忽然之間遭受到停頓的話 肯定會嚴重地打擊 德州的經濟和民生 拜登一上台的時候 利用環境保護作為一個房子 其實滲了很多私貨 在裡面 根本上的底蘊不是搞環保 而是搞政治 由於有好幾個紅州 他們都很依賴這個能源行業 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拜登一上台 他就借頭借路 針對能源行業 搞了很多限制 要掣肘能源行業的發展 當然他美其名就是為了環保 沒有 但是 他所提出的那些所謂alternative 就是那些替代的發電方式 完全是不可行的 到最後他也是依靠從外國輸入這些化石燃料 與其是從外地輸入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直接在美國自行生產 這個就是特朗普總統所強調美國優先的原則 你就是要把就業 把經濟發展保留在美國的本土 但是拜登就不是 他前幾天就委任了前朝舊電池克里 擔任所謂美國總統氣候特使 這個克里是何許人 他就在奧巴馬的年代曾經擔任過國務卿 這個明顯就是前朝的舊電池 他又再一次翻閹 在他的任內 不斷大搞政治分封 政治酬庸 這是很難受的行為 這也不算 最難受的就是 這個克里特使 竟然跟德州民眾說 你們做能源行業的工人 絕對是有更好的工作選擇 比如說 你做開礦工的 開採石油天然氣 就可以改行 擔任太陽能的技術員 他說這些完全是離地 首先來說 就算真的讓你發展太陽能 到底這個太陽能的行業能不能夠容納得到那麼多 開採化石燃料的工人 絕對不行 而且根本上風馬牛不相及 他本身是開採天然氣 開採石油的工人 他怎麼無厘頭可以做到這個太陽能的技術 完全是兩科技術 雖然大家都是發電 那些技術是不同的 你貿貿然叫人轉行 這些人是 做得好地地的 你不讓他做 你根本就是想摧毀那些紅州的經濟 第二件事就是 就算你搞太陽能 又怎麼樣 你是否可以完全取代得到 化石燃料來發電 用腦袋想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另外 有一群共和黨的眾議員質疑 你黑人去大搞這些太陽能 風能 其實就叫做名益中國 因為那些太陽能電腦板 或者那些風車 在中國 都是用化石燃料來製造的 因為你製造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也是會產生空污的 你不是自有永有的 那塊太陽能板 是不是 好了 接著那些議員又質疑 當你運送這些太陽能板 或者是風車去美國的時候 你一樣是會運用到這個化石燃料的 又是 我沒見過那些貨輪 是用太陽能發電的 它一樣就是消化石燃料 根本上就是自欺欺人 搞這科技 而且我也說過 你搞這些太陽能也好 風車也好 它是有損耗的 用它發電的 功效就會下跌 去到那時候 你又要換了 所以 可載生能源 某程度上 其實是騙人的 因為 太陽就是永續 風就是永續 但是 你將它化為電力的時候 那個煤界不是永續的 它是會有損耗的 但是那些左膠 民主黨人 拜登團夥 它永遠就不會說這些 它只是說好那一面給你聽 只是告訴你 他們所搞的東西 就是保護環境 但是到最後 一樣是要從中東輸入石油 損耗的是什麼呢 破壞了什麼呢 就是洪洲的經濟 就業和民生 所以就怪不得這個阿博特州長 他是會那麼緊張 人家擔心的東西是有跟有強的 不是說無的放齒 大哥 好 接著講下第二宗消息 西維珍尼亞州的總檢察長 發起了一封聯儲信 寄給拜登 另外參與的五個州 包括了 亞肯息州 印第安納州 密西西比州 蒙大拿州 和德州 這六個州 全部都是紅州 清一色 這六位的總檢察長 警告拜登 如果聯邦政府是膽敢侵犯公民的 憲法權利 或者是你聯邦政府是膽敢超出你的權力範圍 這六個州肯定就是會提出法律訴訟 即是說這六個州是不射拜登的 尤其是他們說的關注點是哪裏 就是宗教自由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人家就是著眼點在這兩樣東西身上 因為現在拜登那群左膠 搞到性別都說要很中性 去性別化 凡是哪些詞彙 他牽涉到有個性別在裏面 他就說要去除了他的 閹割了他的 比如說主席 他又不叫chairman 又不叫chairwoman 現在 他就這樣叫chair 還有很多其他荒誕的例子 比如說 那個父母他都不叫 總之牽涉到性別在內 他全部一尾就全部弄走他 這些完全就是違反了道德和人倫關係 不過那群左膠就很喜歡 另外一件事就是 攜帶武器的權利 因為拜登還沒上台的時候 他就已經 預告要對付全國暴昌協會 這個不多不少當然就是反映了拜登團火的膽怯 因為民眾擁有槍械的時候就等同於擁有了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動搖得到政府管治的 所以他就要 從這個 盟牙狀態來消滅了 當然現在就未消滅得到因為攜帶武器的權利其實就是憲法裏面所保障的 現在也見不到拜登是有這樣的本事說去修改憲法 剝奪民眾的槍權 如果他這樣搞的時候就隨時會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衝突 也不出奇 所以他現在就未敢動 現在這六個州就先說定 你夠膽動的時候他們就會在法律上提出反抗 當然這個是合法的反抗 至於那些其他形式的 當然這六個州就不會走出來為那些形式背書 但是人家要做什麼的時候這六個總檢察長他都管不了 反正現在就叫做擺了個姿態出來 說定給你拜登聽你不要動這兩樣東西 一動就會有很嚴重的後果 接下來就講一下第三單消息 眾議院的少數黨領袖麥卡錫 在上星期五就專程去到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那樹 進見特朗普總統 在兩人的會面之後 拯救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就發表了一份聲明 說明了 兩人的會面重點就是討論共和黨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當中 奪回眾議院過半數的目標 其實這份聲明就已經是印證了 當初有兩位特朗普總統的親信出來說過的一些說話 是真確的 因為他們所說的東西就是跟這份聲明所說的東西 所列舉出來的這個目標是一樣的 而麥卡錫專程去拜會特朗普總統 他背後的深層意義就相當大 第一這個就反映得到 現在特朗普總統在共和黨裡面 仍然是佔據著一個主流的優勢 他仍然是處於一個領導的地位 而這個地位 在目前來說 任何流派都是動搖不了的 眾議員 在眾議院那個彈劾議案當中 撤離的女兒 就帶領了10名的眾議員倒戈 而在這個參議院裡頭就未曾審 那個彈劾案相信都會有幾個人倒戈 包括羅姆尼那些 但是就已經是證明得到 這些流派的影響力是不足以撼動特朗普總統的 如果不是 麥卡錫就不需要專程去拜會他 第二 就是這次的會面 都幾乎肯定了特朗普總統是不會 自行組織一個新的政黨 如果不是他就不會貿貿然 答應麥卡錫說會幫共和黨 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當中 是爭取過半數的 因為中期選舉其實就是等同於全面改選 眾議院所有的席位 那個任期都是只有兩年 而且是同一時間改選 在2022年的時候 如果特朗普總統是幫到共和黨 是奪取過半數 這個就等同於打響了復出的頭炮 因為2024年的時候才是再一次的大選 如果2022年能夠得到優勢的時候 就等同於打贏一場仗 當然這個就是很關鍵 到底搞不搞得行 其實現在 在眾議院裡 民主黨只是比共和黨多僅僅10席 這個優勢已經是近這20年以來最小了 所以 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當中 絕對是有機會 是過到半數的 所以這個目標就不是 他們純粹亂吹水 或者是 根本上是沒有可能達到的 不是的 是可以達到的 當然是視乎 究竟特朗普總統是否願意 重新站出來幫共和黨吹票 如果他搞新政黨的話 就變成會跟共和黨攬炒不出奇 如果他肯 幫共和黨吹票的話 我相信這個目標不是那麼困難 當然有些人擔心投票的問題 其實有很多州仍然是用傳統的點票方法 就算有些州不是的 其實都可以通過州議會來修改 所以我又不會太過悲觀 說世界末日的 我從來不說這些 因為那些是無謂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